大家好,我是苏嘉宾医师 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 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 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游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二,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三,建议有独立空间,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 四,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口鼻 若有共用设备,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最后再次呼吁大家,千万不要爬爬罩 一旦乱爬,我单会收到告警简讯 最高还会被罚款一百万元哦 最后再次有Cra haben点儿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这个很快 我们这个又有一个算是一个年价 那当然在这个年价之前 当然难免整个的所谓的买气 跟他的量一定都是会稍微的量缩 那当然这个很多人都说 这个清明变盘 这个我们也认为应该会 应该会 只是说变的是要往上变 还是往下变 是不是 那当然在这个目前 这几天你看得出来 当然除了廉价的效应之外 另外一个在大企大楼之后 这边已经开始慢慢 已经开始收敛 收敛 那很多人在说 这个收敛 收敛量缩 然后再过了这个年价之后 可能这个下个礼拜 会不会开始全世界出现了一个 这个大反弹 暴富性的大反弹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什么跌那么深了 对不对 当然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说 不管未来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跟你谈到过这个问题 现在对股市有几个优点 一个就是怎么样 就算经济不好 现在大家都在家里 因为你现在不能出去 你现在是不能出去 对不对 澳门也不能去赌啊 对不对 哪边都不能去赌 哪边也不能玩 对于股票来讲 他基本上有两个优点 你看 什么优点 第一个优点 现在大家在家里 在家里 就会怎么样 开始怎么样 你没办法出去拔车啊 你在家里拔股票 拔股票 所以呢 股票 他已经怎么样 绝对会跟经济脱离关系 全世界的政府 又全力的护盘 对不对 股票不能让他崩啊 股票每天大家 看到就是数字 最明显的 有些东西看不到 你说现在死多少人 疫情多严重 这都是大家在那里 也是这样 瞎子摸象 对不对 这说这经济多败 大家说实在 也是听人家在讲的 但是我们这股票 绝对是现在 民主国家的一个 每天在那边 涨涨涟涟 这个涟多少涨多少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非常明显 所以现在的这个 民主国家的 这个要选举 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呢 说真的 你很多东西 你可以盖 我们防疫做得很好 我们也没多 每个国家都做到防疫 做得很好 大概除了 我看下 大概除了意大利 西班牙 国家比较浪漫 国家浪漫 他们也没差 对不对 反正他们也不care 对不对 反正反而他们会讲实话 你像在美国 日本 我们 不是我在说 说实在 好像在抗布团 说实在 他说 怎么每次筛减多少 多少重了 多少怎样又怎样 我是感觉听听就好了 实际上我相信 应该不止 应该不止 那个可以盖 那个就会可以盖的 但是这股票不能盖 你股票一直中错 一直中错 一直中错 就都讲不过去了 所以全世界的这些民主国家 你说像共产国家就算了 大陆的股市 我们不以致贫 好不好 那个都是国家队在那边 只准做多 不能做空的 你只准买 不准卖的 大陆 现在我跟你讲 我在想说 大陆现在搞不好 都是这个 你买股票 有人在看着你 你不要卖 就只准买 有可能 所以大陆那也是真 对不对 不一定你现在做股票 领导有讲 你现在 买可以买十张 卖你只能买一张 你不能卖十张 有可能 你不要认为大陆 所以大陆现在是 我们现在国家 这个一定要全力的团结在一起 在习主席的 我们不能随便卖股票 我们只能买 有可能 所以大陆的很多都失真 当然台湾现在也是净空令 美国也是几乎净空令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宅在家里面 所以股票怎么样 你不要去管 现在很多人 一直在那边担心说 这个万一 这个疫情没办法结束 这个整个经济的影响 会更糟糕 所以股票 它还是会有卖压 因为股票反映经济面 你不要跟我说 我都跟你讲 大家现在都宅在家里面 都不能出去 反而都在加什么 都在加炒股 然后尤其是主力大户 也会利用大家的 全世界的领袖这样的心态 反正你要选举 他要选举 他要政绩 他每个都是国安基金要进去 要不然就是 几兆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 益住的这种 经济的这种 措施 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宽松的财政政策 宽松都宽就对了 我一说实在 我一说不知道 钱是怎么来 那几兆好像不用钱一样 我心里还在想说 这几兆什么东西 几兆 他讲几兆他也几兆 我们政府也说 我有几千亿 好像话较快 我现在政治人物 财政部长 来出来 财政部长 来搬钱出来 现在国家有几亿 来搬钱 这总统 现在全世界总统 都叫财政部长出来 我们国家现在多少钱 拿来 等下 好像那钱好像用刀 好像不知道谁 我经常这样说 那钱好像用刀 那个是所有的人民的纳税钱 而且现在我认为 这个税收也少了 你这钱几兆哪里来 你这税收现在少了 你几兆你哪里来 而且以后还更来越来越少 以后税收越来越少 国库会越来越空虚 你那几兆哪里来 我不知道几兆 借来啊 有债券啊 有黄金啊 可以借啊 而且全世界都没办法借了 全世界都不好了 你跟谁借 以前我美国我可以发 我可以赤字很多 我可以跟欧洲 我可以跟中 现在连全世界 你连借都借不到了 以前美国都靠跟人家借钱 来冲场面的 现在连借都借不到 你哪来的两兆啊 所以川普当时要说话 像那些人同样 大口碰烘 讲话就是这样子 让美国再伟大 我陈老师常常在讲 我们政府也是不要担心 我们政府做得非常好 不要担心 我有说 我陈老师都常常讲的 又想到那以前二治大战的时候 那蒋介石也是啊 大家不要担心 发军援券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很充裕的 国民党 这类会打败共产党 国民党一定 来到台湾还要骗 我们很快就要反攻大陆了 不要在台湾买房子 那些老兵 不要在台湾买房子 每个人发将受填证 我们很快就要反攻大陆了 不要怕 我们有美元 你看全世界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很热衷政治 现在还在骗 现在你看川普 我们会让美国再伟大哦 大家要听话 我们现在接下来 疫情没关系 我们很快就要解决了 复活节呢 就大家都要平安无事了 对不对 我们要几兆哦 几兆要进去了哦 你看以前在蒋介石 那个谁啊 那个什么 对不对 宋子文 孔详西 在带头冲在什么金元券 大家就拿那个黄金 去换了一个 拿一张纸 所以我有时候 我陈老师常常讲 这些政治人物 说真的 就是随便开支票 来台湾来说 我们要反共大陆了 我们台湾也不用买房子 我们很快就会把共产党打掉 要准备要吹起反共的号角了 我陈老师常常讲 对这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自己要想什么 你要看得清楚 我们小老百姓说真的 我们不能跟这些政治人物起舞 你要跟着这些政治人物起舞的话 那就很惨了 对不对 美国你看 要让美国再伟大 你看真的是 美国从来没有这么伟大过 美国这两百两三百年的历史 三百年的历史 真的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伟大 那简直比偷袭珍珠港 那个简直就是 比那个911还严重 你看已经死了多少人 911死多少人 珍珠港也不过就几千人 911攻击也不过就几千人 你看这一次死多少人 还没完没了 真的美国真的在伟大 所以不要随便 政治人物不要随便讲那些话 对不对 讲那些话干什么 拿一个实现的愿望 每个都是要给人民要好日子过 每个都要给人民要翻转 翻转高雄 翻转台湾 真的都翻转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 我常跟大家讲 就是说为什么 你不要去顾虑到 那些所谓的数字的问题 什么叫数字 专业的人都会给你很多的数字 数字你懂吗 你懂不懂什么叫数字 就在医生看病啊 我看看你这个 你这个血压超过多少 这叫高 对不对 你的血脂超过高 你的血压 血压超过多少高 这都数字啊 这都数字啊 对不对 你这个已经这样子了 就要准备要怎么样 要吃药 要开刀 你到了什么数字了 你就准备等死 这个都是数字 所以政治人物也都是拿数字 我们的GDP成长多少 调到多少 我们的怎样 你看这就是所有的财政部长叫来 来我们来看看数字 所以你看以前妈英九 妈英九 你看看我们的数字很好 所以有时候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谈数字 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谈这些 这些专业的这些 你这些 这些都是基本面 技术面 什么面 说到这样 还不贪 第几天转折 要回档第几天 要休息几个月 这个艾略特波浪里落 要怎么画 这个第几波 我跟你讲 讲后画都对了 你后面来怎么画都对 你知道吗 后面那个怎么画 那是一个三 反正你怎么画都对 但是你要讲未来 今天跟你讲 那是没有一定的 你看看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讲 没有一定的 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疫情 谁算得准 谁算得准 这个感觉上 好像就像过去战争一样 死那么多人 如果你能活得下来 就是下一次 就是你的天下 对不对 只是说我陈老师 常常跟你讲说 现在为什么股票 我不要跟你谈说 股票 他现在以后 经济就会慢慢好了 所以你赶快买股票 股票掉在这 不对的 经济不会好的 但是股票会涨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 都在在家 插股票插什么 然后你如果经济死了 一样股票照涨 如果经济稍微付出 股票也要涨 怎么样都要涨 所以股票就是要标 但是这个标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轻薄短小 你不轻薄短小 你怎么炒 你要炒 你也不知道炒 炒一只大象 你怎么炒得动 我今天跟你说 我今天跟你说 现在大家在家的 材贡贡 他要插股票 要插股票 这家的主力大户 他哪有可能去插台积电 没有错 台积电我认为50块可以买 台积电以前有到50块过 你知道吗 台积电100块可以买 台积电150可以买 台积电两三百以上 我是觉得 你看那股本又那么大 又那么高价 对不对 鸿海也是啊 对不对 对现在最近有没有也没看到郭台铭 没看到我们郭董 对不对 选一选总统 选完了也不知道去哪 也不知道去哪 四次多变 接下来四次多变 真的 你不觉得这四次多变吗 你看以前那些外契 外八台每天都在 访问阿兔白 你红海是躺多少 你股票躺多少 有信心吗 现在叫阿兔白 现在出来买油了 出来买油了 要注意健康 不要再做股票 所以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讲 我还是不是在 明天他人跟在那边 我陈老师常常讲 很多东西 世事是多变 我每天才买这 跟大家说 我跟你讲 你听我的 不是今天说真的 大戏的买买 你是要怎么买 你大戏的买买 我建议说真的 你买买会有 你买 你买啊 我认为很好 国聚 华新科 中美晶 环球晶 什么联发科 可成 这个很多人都爱买 对不对 核硕 台积电 红海 这个都很好 都会涨 但是你要标 但是如果说你要标 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 一定是要小资 所以你现在不要去管 像有的人一直在那边研究说 现在这个到底经济会不会好 是不是什么时候疫情会好 什么时候疫情会缓和 什么时候整个全世界的经济活动 我陈老师跟你讲 这不是重点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意思 真的当全世界的经济真的缓和下来 疫情缓和下来的 这个全世界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吗 开始在通行又通商又开始旅游了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问题才真的要出来 为什么 很多人还问我这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懂意思 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怎么样 现在好像拔掉的 现在没什么数研 你知道吗 大家现在都拿筹码在那边丢 因为你现在都不能兑现 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 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亏多少 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倒多少 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怎么惨 对不对 现在只能说惨 但是大家都也都是筹码在那边丢来丢去 对不对 云端的这些丢来丢去 但是所有的疫情 当他结束了以后 所有的疫情没有了以后 这一次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复苏了以后 我跟你讲 那不一样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去兑换筹码 要去换现金 我跟你讲 去杀气 有的人就落跑 因为可以开始动了 可以开始动 因为那个赌场 现在把人家关在里面 说你们在里面赌 不能出去 现在大家就在那边掩饰 有没有钱 有赌 就一定要尽量赌 好了 等到疫情结束了 我这样讲你就懂吧 等大家 你现在可以开始出去了 没事了 我跟你讲 有的赌客就落跑了 为什么 他可能在里面已经输了一千万了 你知道 快来找 我就没钱 我是要还债 快找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反而股票还会涨 为什么 疫情没结束 股票还会涨 我跟你讲 等到疫情没事了以后 我认为 等到这个经济 真的 万一真的已经 你说复苏了 我今天讲句实在 那个时候反而股票也不见得会涨 反而还会反而会比较弱一点 为什么你知道 这就跟人一样 你有时候刚被打的时候 这个人被重创 你有没有经验 人有没有平死经验 有没有人有那个平临死的经验 这个人刚开始你被 比如说开枪打到 比如被重创 我给你们讲是没有知觉 我给你们讲是没有知觉的 没有知觉 现在就这样子 现在就这样子 哎呦 怎么 大家虽然觉得说有那么一回事 没有知觉 就是这样 这么严重 大家现在都好像行尸走肉 你会觉得现在人 什么时候会有知觉 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有知觉 等到苏醒了以后 你知道意思吗 等到重创苏醒了以后 然后等到这个跌枪打了以后 刚打不会痛 真的就阴死过去了 等到苏醒回来以后 哇好痛哦 而且越来越痛你知道吗 会越来越痛的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要认为疫情结束了 经济开始恢复了 开始飞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 大家还真的会怕了 你那时候等到说 没事了 赶快大家赶快去玩 去日本赏音 我们讲反而那时候不敢去 我不会骗你 真的我不会骗你 而且那个时候会出现更多的公司的债务的这个 因为有的人要怎么样 他已经 就是已经破产了 破散了 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开始被造 被造楼 当然他也要等到那个时候 他变卖他的资产才有办法变卖 现在怎么变卖 现在也不可能 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股 真的一股疯了卖 所以这个时候会涨 这个时候涨 你等到整大全世界说疫情结束了 那个时候大家反而会卖股票 这很怪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 他反而他这个时候很严重 他这个时候反而大家在家里面开始炒股 炒股 对不对 那你等到不严重了 等到没有事了 你当时会卖股票 我不会骗你 那时候反而会卖股票 所以有时候股票 为什么人家常常讲说 你要逆着来想 所以反而现在疫情越严重的时候 反而越可以买 为什么疫情越严重的时候 越可以买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不要说 陈老师啊 我都不敢买 但是我陈老师已经跟他讲过了 方向很清楚 方向很清楚 你一定要找这种十以下的股本 你看这才三亿 你看这个说真的 他这个绝对跑不掉了 这拉回来都是机会 这怎么跑 这两个都六亿 这两次都是 这两次母亲的恩哲 吉祥的缩合 这怎么跑 你不买我也没办法 我也是跟你讲 对不对 像那个超重 那才六亿 股本才七亿 超重 那怎么会不长了 超重 那拉回来都是买 你太硕 对不对 才七亿八亿 超重才几亿 那你先跟我讲说 陈老师 我只爱买台积电 我只爱买鸿海 我只爱买 不是说中美金 环球金不好 也会涨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家金应该更好 因为股本很小 我讲话人家都觉得 我就跟你讲为什么 这个都股本很小啊 我说你买台积电 不如买立刻赚台积电 为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 我说你买那个文帽 不如买帽林 为什么 就股本小 那今年绝对 宅经纪绝对是涨着 你不要再想 因为你再想一百遍 也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今年为什么 这尿七亿就很与好 尿七亿 你看都在小鸡的啊 你今天就买这个大盘板坛了 你看这个最近这一阵子 你看大盘不要讲什么 上一次从八千多点 那拉起来快要 接近一万耶 你看也是都涨小只的呢 你看那小鸡的棒棒棒威 那好几个涨停了呢 真的啊 我陈老师骗你干嘛 所以要买什么 要买这种小只的 哎呦 我陈老师不会骗你 我陈老师骗你 有什么意义 真的啊 你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小只的一定就是 这以后一定还是小只的啊 就比如说我今天 你看你看这超重 这种股票 你看也是叫利旺 这种的 像这种都是双雄 这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 这个七亿 这七亿 对不对 你看看像这个 你看这个超重 七亿股本 利旺七亿股本 对不对 这种我为什么叫做 电子双雄 这个一定涨的啊 这怎么会不涨 这个拉回来都会涨啊 为什么 股本小啊 你现在说啊 陈老师啊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这个都是你要很注意的 很多东西啊 不是这样讲 好不好 下个阶段回来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陈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给我看这个 各位 我昨天跟你讲的 你就给我注意就对 好不好 今天这一份资料 麻烦各位 等一下电话 赶快来索取 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投顾 守护征线 02 报一 3366 报一 3366 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 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影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投资的至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 02 8511 3366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何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投资朋友 你慢慢看 这两只股票 我跟你讲 赶快来要 如果不去 我秦菜里 今天最后一次 这两只主力股 我再说一遍 七到八亿的小股本 主力出不掉 今天这份资料赶快来索取 会不会大标 我们等着看 主力股才是今年的主流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格的 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